Hello,大家好,我是肖小贤 Mac mini M4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在我后面我接了三个频道 那么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一个最大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Mac mini M4它会过热 过热之后会导致机器会特别卡顿 然后会重启关机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处理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它的过热的原因 以及如何进行处理 那M4这个CPU呢它会有一些温度过高的情况 导致设备会比较慢 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这个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它的这个温度的升高 然后导致它的这个居高不下 那么我们首先呢打开这个活动监测器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看到 我现在呢我的这个CPU闲置只有60% 那么都是由什么来造成的它的过高 首先我在后台开了一个虚拟机程序 那么虚拟机这个程序呢 其实它占的这个CPU它是很高的 那么在高负载的运算下呢 会导致它的温度呢进行了一个上升 同样呢大家也可以看到第二个Windows 7 这个程序是什么呢 这个程序是你连接了多个显示器之后 它对主机造成的一定的复杂 像我现在的显示器是连了三个 那么三个显示器呢 又是三个不同的型号和尺寸 那么对于这三个屏幕来说呢 对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复杂 同样还有这个MKS这个SendingBox 这个是一个什么程序呢 这个它是一个虚拟机的这样的一个插件 它是用来启动3D图形加速 就在启动3D图形加速的时候呢 它会启动这样一个插件 在这个Mac里面 当然呢Windows里面呢也有这个程序 Windows里面是那个是迈克阿菲 他们这个公司的这个杀多软件的一个安全程序的这样一个 然后还有就是在下面 在一个KERNEL-TISC这样的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它出现呢 就是是这样 当当它的这个温度过高的时候 当CPU的这个 就整个Mac mini的这个温度过高的情况下 它就会出现这个程序 并且它这个程序的占用特别高 像我现在排到了第五位 其实它就是占用很高的一个程序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现在的这样一个CPU的一个温度 同样我是通过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软件 然后来去看 那么首先呢 在WiFi的这一个情况 AirPod的这个情况 它的温度呢相对来说比较低 那其实我个人建议如果有条件的话呢 大家其实可以去查一根网线 这样来说它的温度还会更低一点 然后整体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每个核的温度 其实是稳定在5度度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把这个转速调了起来 那么后面我会讲这个东西是怎么调上来的 同样这几个程序下呢 因为我是比较过度的使用了我的这个M4 所以说它在大概我用了这台机器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在很多情况下 它有了哪些的这个温度的一个过高 我个人还比较清楚的 还有让它温度产生过高的是一个什么呢 我打开一个小程序 比如说我打开一个一个小程序的游戏 然后我进里面 然后我进到里面 进到里面我去我去打一个游戏 这个是最近比较 国内比较比较风靡的一个小游戏 然后可以看到刚开始呢 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打僵尸的这样一个比较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玩 也不是说好玩嘛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爽的这样的一个游戏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小程序 这个小程序这里呢 它的这个CPU的占有率开始逐渐的往上上升 对同样的微信的占有率呢 也在逐渐上升 那么当你这个小程序的画面进行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就是你的这个画面出怪越来越多 也就是它的这个程序 它的这个CPU占有呢 就会越来越高 那么 我把它关掉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什么会占的这个占比比较高 那么我打开一个 我打开一个4K的这样的一个电影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4K的HDR的这样的一个片源 265的这样一个片源 那么当我打开它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中端里的一个环境 其实它在运行的时候呢 也可以看到这个它的占有率呢 在逐渐往上上升 当我进行全面播放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可以看到刚刚的那个 我的这个播放器呢 它的占有率还是有一点点上升的 但是在这个上升的这个幅度呢 是能接受的这样一个范围 同样呢 我也要说一下 在我们平时做日常的剪辑呢 对于我们平时呢 使用这个剪映呢 还有FidioCut等等这些 包括说Multon这些软件的时候 其实对于这个M4的负担并没有很大 应该是做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优化 首先 首先呢它迷你Mac mini M4呢 这个版本呢 它的默认的风扇的这个转数 其实只有1000转 它很精英 但是其实它的最高转数是可以达到4900转的 而在M4 Pro这个芯片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根据温度知识用调节这个转数的 而在迷你里面它是没有的 那么你当我在后台我刚才展示那些软件在后台都在运行 可以看到我恢复到1000转之后 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温度在往上升 再有一个是Mac mini M4的版本呢 它的这个几个小盒 它的小盒的这个主频是要比M4 Pro的这个主频要高 也比M2的这个要高 也就是说在工艺进步之后 它的主频是要高的 这也就是很多人在使用M4的时候呢 其实觉得它的丝滑性呢 其实在处理正常的程序的时候呢 其实不比M4 Pro慢 主要的原因还是说它的这几个小盒 它的几个小盒的 它的这些小盒的核心是比较 那个主频是比较高的 但是主频高的话就是散热比较大 所以呢这一点呢 一定要注意 然后就是它的大盒 那么这款软件呢 它是可以你制定义你的这个风扇的转术 首先比如说像正常来说 其实你打到2000转的时候 也就是你在输入2000的时候呢 你的Mac mini依旧还是安静的 其实是和1000转差不多的 但是在2000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其实降温的性能呢 并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我现在呢 之前看到1000之后呢 它还是降的还是很快的 但是它不会像2800转的 2800转是我觉得我能接受的一个风扇的一个声音 就是微微有声音 然后并不是那么严重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它大概是能把这个CPU的整个的这个温度呢 就是CPU整个这一块的温度呢 降到这个60度以下 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你在这里呢 你可以基于它的这个温度 那你比如说它的这个温度 你让它最高温度不超过这个60度 那么它在50度的时候开始提升它的这个转速 那么温度 就可以看到它现在的转速就是拉满了 它现在风扇就直接4900转 就是达到峰值 对吧 但是我个人觉得说这么搞的话 可能对这个风扇的寿命呢 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其实我们还是固定一下转速 让它调整在2000 这样的话就比较好 对 既然就有降速 可以看到刚才4900转的时候 直接就下来了五六度 就很快 大概就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这款软件呢 应该是免 这个是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软件 可以看到这边有个fail 这个软件的话 可以大家自己去官网上去找一下 就官网去找一下 这个版本就可以了 然后一定要注意 它应该是 我记得它应该是有一些会员什么的 它可能是要付费的 对 所以一定要注意 对啊 能不花钱呢 就不花钱 同样的在你这个设定里面呢 其实它有一些这个传感器在这里面 包括说这个 呃 它会去读取一下这些 呃 那么在早 呃 在之前的那个Mac mini呢 比如说英特尔系列的mini里面呢 我们是可以通过它的一个指令 去可以去查看它的这个 呃 风扇呢 比如说我们打开终端 然后的话 我们输入这一行指令 然后我们点回车 在这里呢 是要输入密码的 输入密码之后呢 它是不显示的 嗯 但是呢 其实呢 在M系列里面呢 它是不支持的 因为呃 M芯片呢 其实这很多功能呢 它是把它删掉了 呃 所以呢 在这个指令呢 在M系列里面指令呢 其实是无法运行的 所以呢 在这里呢 给大家也是做一个这个指令的 一个避坑的一个指南 呃 也就是目前来说呢 有几款的这种的 呃 第三方的软件 来去这个做这个 呃 风扇的这样一个降温 同样的也是说 希望说各个厂家吧 其他的一些厂家可以出一些品 可以让他这个进行 呃 物理的这样一个降温 毕竟比如说外资啊 好多这个外接的这个拓展呢 啊 其实他目前是对降温这块处理的并不好 因为我手头有好几款自己来测试了之后呢 其实 对于他的这个降温性能并不好 而且反倒是会帮一些倒忙嘛 在温度上 嗯 那么呢 今天呢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